在第三个 今天第三个 那个深层框架 行动这个部分 在进行这个之前 我们要再做一个小练习 请各位打开你的 YouTube 我给各位一个网址 请各位到这个 思维咖啡 的YouTube的频道 他也不算频道 频道是有捐钱的 才叫频道 没有捐钱的不叫频道 请各位到这个 思维咖啡的YouTube网站 那 网路上现在蛮多 那个YouTube 他们会就是很认真的去读书 然后读完书之后 会在网路上分享读书心得 然后 他就会根据个人的一些观点 还有自己读过的书去综合 然后提出一些 他归纳一些 就是他觉得这本书里面 很重要的部分 那我想这个东西 其实对 现在的人来讲 尤其是像那种 奸行症比较忙的老师来讲 他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你要真的买一本书来看 从头看到尾 应该也要超过一两个小时以上 而且你还 如果要把重点摘要出来 可能会花再更久的时间 那所以网路上这些 这些YouTube 他帮你做了阅读 帮你做了筛选 甚至还会把一些 他从别的书上面的重点 综合给你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可以增加你 这个效率的很棒的方法 那读书是这样子 就是作者穷极一生 他的毕生智慧就 写在那本书里面 所以他花了一生 可能花了一年两年 五年十年写的一本书 那你花几百块去买它 去看它 现在还不用买 YouTube这些阅读心得看一看 你就可以花个半个小时的时间 去把人家一生的智慧 就给体验出重点来 所以这个也是我在 以前我在书局还很多的年代 我是会去占书局 占那个杂志的那个前面 在那边翻杂志 现在就是直接靠YouTube 因为花联书局也倒光 剩一两家而已 好 那所以 请各位到这个 这样的YouTube有很多个 还有什么达尔文 各位自己再去找 好 我再贴一次 要麻烦各位 做一件事 这里面很多本书 对不对 很多本书 请你点那个影片的清单 这里面很多本书 很多本书 然后每一本呢 大概都 他都都会分享 大概15分钟左右 15分钟左右 请你找一个你喜欢的主题 找一个你喜欢的主题 比如说 想要改变人生的 要找这个改变人生的练习 这样 请你去看一下那个 就花个15分钟 然后看他的解说 然后请你做一张新制图出来 好 请你快速的做一张新制图出来 那 有时候他会讲比较快 你看到重点的时候 他会来不及嘛 对不对 来不及记重点 记关键字 你就把它按暂停 没关系 记一下关键字 再继续 好 那请各位 这个部分给各位20分钟 好 我们做一下练习 然后这个练习做完之后 我会顺势进入我们最重要的部分 好 那现在是46分 好 我们20分钟给各位做练习 开始 好 一样用新制图 好 用新制图抓重点 随便找他 找你喜欢的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思维咖啡讲的内容 你也可以去找你喜欢的 的内容 来 来这个 来做摘要 好 那这个档案要教 这个档案要教 就当做大家今天的作业 好 那我会根据这个内容去挑选 挑选那个送礼的老师 这是前半段 还有后半段 不要急 慢慢来 好 老师应该练习的差不多了 那个 各位还没有摘完 没有关系 好 我们就先停在这边 先停在这边 好 先停在这边 那我 这个是我之前摘的其中一个一篇 好 当我们 各位老师 一般我 一般的读者 一般的这个阅读的人 通常就是他阅读完之后 然后就抓到重点 就把它摘出来变成这样 对不对 好 一般的人就是到这里就截止了 有没有老师曾经在这样子之后 还付出付出过什么行动 好 没有对不对 所以到现在大家都是平凡人 好 那如果 如果 如果是我们进阶班应该要怎么做 好 我们先拿之前的例子 好 玩 优优独播届